今天要请教一下 你们今年预估 你们开放网络订票的第一分钟 预估会有多少 多少的有入订票的状况 那你们准备了几张要 要卖 那麻烦你先回答一下 本乡的这个情况 还是跟往年一样 在第一 一分钟就卖出了 16万多张的这样的一个车票 而导致我们很多花东的族人 没有办法顺利的回家 那回程的部分 刚刚也看到了 这个四个人要买十张票 十三张票 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还有 还有一位朋友 大概从花莲到台北买了两张票 但是大概 这个时间 从花莲到台北要花了将近十个小时的时间 才到 才回得了家 所以这个都是 长久以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我想 我们在上次跟委员到台北去抗议 到现在都还没有得到很善意的回应 票还是来不到 这个是我们非常 没办法理解的一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 清明节的扫墓节即将到了 我想原住民 针对原住民的部分 清明扫墓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 祭祖的仪式 我们大概都会回家 过年我们返乡的人口 没有像清明节这么多 那是因为 祭祖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祭典之一 尤其在那个时候 我们还会在举办 每个家族的中心会 都会在我们 清明扫墓节的时候 来做一个举行 所以这个日子 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到现在 我们非常的担心 我们很多的族人 还是一样买不到 在清明节会 买不到车票回家 会耽误我们 这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祭祀的活动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